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朱立倫強調張善政在桃園工作多年 也能帶領桃園更上一層樓 自此時 張善政就坐在台下 便笑出剛辦好的黨政 但黨中央閃電宣布 激怒了已經正式參選的立委呂玉玲 他批評朱立倫沒有先溝通 這段時間他都相信黨中央會有機制 這種粗糙的方式會讓支持者失望 更嗆不排除任何可能 另外一位積極準備的羅志強也發文 說很驚訝 很錯愕 也無謂雜陳 需要沉淀一段時間好好思考 過去議會的同僚也替他抱不平 他上個禮拜才正式辭去台北市議員 破釜沉舟的投入到桃園去 房子也買了 戶籍也簽了 如果再早一點的話 是不是讓自強有不同的選擇 或者是說讓自強心裡有一些準備 提名來得太快 選家們措手不及 傳出之前態度鬆動 有望參選的立委盧明哲 簡單發新聞稿 強調會辦好夫選的角色 而頻頻被點名的萬美林 則發文說 過程中如果能多點溝通 才能真正團結 來迎率先開牌 綠營也緊緊發展 找韓國瑜也好 找張善政也好 都只顯示說 國民黨對於桃園市長這個選舉 他們是很沒有信心的 然後他們過去對桃園的喊話 只有一個基礎 就是說好像以前 鄭文燦以前桃園是藍大於綠 我一直在講 他們如果吃定這一點的話 國民黨市長選舉必敗無疑 國民黨佈局桃園 因為在地空降陷入僵局 朱立倫出訪前快刀斬亂麻 但人選跟方式引發各界哗然 後續政治效應持續發酵 國民黨的提名 峰迴路轉 真的是太精彩了 桃園這一局 先來請桃園在地的家良 來幫我們分析一下 朱立倫他昨天說 他比誰都希望桃園贏 不過我也要跟大家複習一下 3月26號的時候 朱立倫被記者問到 這個桃園市長的人選 朱立倫是怎麼告訴大家的 他說桃園有史以來 不管藍還是綠 都是在地的候選人 結果嘉良議員 朱立倫結果選一個張善政出來 這張牌到底是怎麼打的呢 我只能說朱立倫昨天 這個提名張善政權 桃園市長這件事情 即便我們是外人 但我都覺得這個只有三個字 真笑耶 我先講台面上好了 這個我 因為我剛剛來節目的路上 我就剛好經過了這個看板嘛 這個是呂玲林的看板 這面看板很大面喔 這面看板算下來 一才十六七塊 可能這個這面看板要一萬多塊 這幾天前掛的 兩天前掛的 就是昨天徵召張善政 這兩天前 這個才剛上 人家都還在準備 人家都還在努力跑 呂玲林都在努力跑 在地方掛看板 上節目棚拍 然後做一堆新聞 他二十四歲女兒 長得很像哪個明星 有明星臉等等 他很努力在拉近 跟年輕選民的距離 人都在走 結果突然昨天宣佈 徵召張善政 直接出局 對 直接就 直接就說 那問題是為什麼早不跟他講呢 第二個 剛剛剛剛裡面 那個影片裡面有提到的 魯明哲 我大概在四月五月初的 四月底五月初的時候 那時候也有跟這個地方的朋友聚餐 那時候 然後也遇到了一些魯明哲的朋友 魯明哲的助理 他們都還在 他們都還在說 他們正在努力游 所以魯明哲 要承擔這個重任 代表國民黨參選 國民黨的這個桃園市市長 他們說 他們都在努力游 所以你看剛講 說請幾條總算鬆動了 魯明哲鬆口了 好 如果國民黨願意徵召 他 他也願意來考慮 參選桃園市市長 白都說不要的 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桃園國民黨地方 還是很多人都覺得桃園國民黨 在桃園市 有可能還是會選贏市長的 所以他們努力把最強的民調 民調第一的民調第二的人選遊說出來 所以在傳說萬美林下禮拜一 本來也要宣佈參選桃園市市長 希望黨中央能提名他 你看這些其實都是很多國民黨 地方人的這種 這個的遊說的結果 結果你看你都不管 國民黨為什麼說 整校圍 因為昨天徵召完張善政之後 先傳出一件事情說 其實朱立倫早在四月底呢 就跟韓國瑜談好了 他們有密會要共推張善政 結果韓國瑜第一時間也是甩鍋 他說沒有啦 我長這麼知道 我十七號才知道 十八號徵召 我前一天才知道的 我沒跟你密謀 跟我沒關係 但你就可以看出說 那如果你四月底就已經談好了 朱立倫 你想要把韓國瑜把馬英九 因為你是弱勢黨主席嘛 沒有人理你嘛 大家都要跟你魚死網破嘛 我都不怕得罪你嘛 那你要把韓國瑜跟這個馬英九 我都拉來幫你背書 我今天提名張善政 是馬英九的人馬 也是韓國瑜的人馬 把他們拉來幫你背書 你四月底就決定了 那這將近三個禮拜時間 大家跑去遊說魯明哲 有人跑去遊說萬美林 呂玉玲還到處在掛看板 對不對 花了很多資源 很多錢在掛看板 你不就把他們這兩三個禮拜 都整校 更好笑的事情 羅志強還把台北市議員辭掉了 你如果早四月底就說 欸我跟韓國瑜談好了 我們接下來目標可能要 共退張善政 這些人就不會做這些白宮了嘛 人也不用買房子 是啊 然後剛剛更可笑的是 剛剛看朱立倫在中常會上 講那個說希望候選人 能夠從地方的里長 議長 立委都能夠好好去溝通 你朱立倫提名張善政就沒溝通啊 18號那一天 剛好中午前 這個地方的媒體記者打給我問說 你知不知道國民黨要政召下 要政召善政了 我其實第一時間問是蛤 我說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但其實腦海中第一個浮現的 我反而是 這個到底邱一生議長知不知道 我後來也透過這個去瞭解議長什麼時候知道的 聽說議長也是在國民黨中常會前 要開之前不到兩個小時內才知道這件事情 才知道就要真的要徵召張善政 本來他還以為這是假新聞 連國民黨籍的桃園市議會議長都覺得 國民黨中央要徵召張善政 這假的吧 這假新聞吧 那你朱立倫作為一個黨主席 你有沒有去溝通 而且這個議長還是你的中常委 你提名在桃園 桃園的中常委 你要徵召一個桃園市的市長候選人 你不免把你討論的中常委參選嗎 結果議長完全不知道 這個才是我覺得 所以後來他們問我說 國民黨地方有沒有炸鍋 我到兩點前我回覆說 國民黨地方還沒炸鍋 因為他們就像是在馬路上半夜 看到突然強光照來的小動物一樣 他嚇到了 不知道怎麼反應 第一時間是金二呆住 接下來到傍晚回神 大家開始憤怒 所以你今天看 今天看我看了一下 張善政下面臉書 朱立倫下面臉書 一堆都是去洗版 沒有初選 沒有公平的初選 就沒有這個 所以我覺得這整個過程 朱立倫你就是整校 我們剛剛講這些台面上的人物 得罪光了不說 你別忘了 他們背後有多少人 其實各自都有他們的支持者 你像魯明哲 從一開始堅定說 我不選 我就是服選 我就是抬轎 到上個禮拜決定說 我鬆口 我要接受徵召 這後面一定很多人去遊說 那你現在 你突然這些都不管了 我就是徵召張善政 那這些人態度 未來面對2022年底的大選 算是你們家的事情 不是我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昨天 傳出也邱一聲議長 也退出所有 國民黨的群組 我今年大概2月 農曆年的時候 但是我們有一個參會 有遇到議長 議長就說 如果大家要來商量 桃園市長的人選 你只要我們參選後 我們就全力支持 你如果是要算你自己的 他利就是朱立倫嘛 你如果要玩你自己的 他要玩他自己的 那你自己提名 我們選我們自己的 你的市長 你自己想辦法 所以昨天那個態度就很清楚 為什麼所有群組退出來 他早在三四個月前 就早就跟你朱立倫講了嘛 桃園市長人選 我們可以商量 當時白以前 不是說邱一聲議長要選嘛 後來議長也說 沒有啦 我從來沒說過我要選嘛 但市長人選 我們可以好好商量嘛 沒有要參選 這樣你就自己太麻煩 所以我想從今天開始 這個張善政可能要這個朱立倫 等於要自己想辦法啦 桃園市長年底這一局 就看靠你朱立倫跟張善政 自己能不能打贏呢 這個邱一聲議長 昨天晚上就已經退出了 國民黨很多的群組了啦 所以看來 國民黨在提名這一局 很顯然朱立倫 他是要走自己的路 那趙豪委員 張善政呢 你要出來參選 你總要有一個原因嘛 到底是想要為桃園做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張善政呢 這個前行政院長 他過去也跟韓國瑜搭檔 選這個總統副總統 張善政說他之所以這次要出嘛 他是因為看到 這兩年多疫情肆虐 先是缺口罩 沒疫苗 到現在缺快篩 因為看到很多人在排隊 所以他想要跳出來選 拜託 這個趙豪委員 現在實名制 到底還有哪裡都在排隊呢 而且如果你說真的 都要說排隊的話 其實雙北市是排最兇的 那你怎麼會挑一個桃園來戰呢 到現在還是在講缺口罩 或者是沒疫苗 真的是跟整體的防疫的 這樣的知識跟新聞 是落後非常多了 我覺得那個是當然是一個 有一段時間 台灣跟其他國家都面臨這樣的 一個狀況 不過我們很快就克服 而且我們有口罩國家隊 還可以去援助其他的國家 那疫苗是當時是世界上都是在缺貨 但是我相信現在我們反而是要鼓勵大家去打疫苗 還沒有打追加劑第二劑的朋友 就是沒有缺疫苗這樣的一件事情 那快篩的話 我相信現在因為無論是市場的通路 或者是實名制的通路 當然在有些地方 可能你還要是要去排隊 或者是因為市場的通路 你想要買比較便宜的實名制 那有些地方可能要排隊排一下時間 不過我想這幾天 大家應該都是買得到的一樣的一個 其實環節很多了 環節很多了 但是有不同的選擇 所以我覺得張上正顯然 他對這些防疫的措施 他可能都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看待台灣的防疫的成績 不願意去面對說台灣 當然我們現在是有疫情 但是我們相對其他國家 所走過的路來講 我們整體的防疫措施 其實是非常穩健的按照步驟去進行 所以張上正他現在說要選桃園市長 我覺得他不是在要 當然他每一個人出來選 你要一個口號 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 他說日出來出來選是朱立倫 沒有辦法擺平現在已經說 發出聲量說要去選舉的人 所以他想到張上正是他的一個騎兵 但是這個騎兵 我相信不只是桃園市 現在有心參選的人會氣得炸鍋 那桃園市民也會去問說 這樣一個人選 到底跟桃園市過去 有什麼樣的一個 遠遠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有在那上班 好像十二年左右這樣子 但我覺得是這件事情 到時候你成為一個候選人 你會被接受一個檢驗 所以昨天當這個消息傳來的時候 我相信不只是邱立倫議長 霍羅志強他們覺得很出惡 因為那時候我在外面 他說有人傳來說 我就跟家長所講的一樣 我以為是在大家在酷手的一個新聞 因為對很多人來講張上正 但這個名字說實在有一點有一點 因為他距離2020選副總統的時候 那有一點距離了 很久沒討論了 所以他說我要會議一下張上正是奶奶 後來是想起來是以前的行政院院長 會當任過國民黨的候選人等等 所以那時候我也會議 我說搞什麼 沒想到確實是這是真的 那我覺得我第一個念頭知道 這些消息是真的 說我第一個念頭說實在 我還蠻同情羅志強的 你說桃園買房子 因為房子還可以住 或者是可以投資理財 這個還這個還影響不太大 那是總是本來是為了呈現破釜成舟 他把臺北市議員做一個了斷 我覺得這樣情何以堪 如果你提早跟他講 或跟他民事暗示 我相信他應該 如果他還是堅持要這樣做 那就是他個人選擇 你好像政府朋友一樣同黨的人 然後你對待同志這樣子 我說在這個就情理情 人跟人之間的感情來講 好像有一點有一點好像說不過去 說不過去 所以所以包括邱毅森議長 他一定因為邱毅森議長 他在國民黨 他雖然自己無意參選桃園市長 但是他希望 因為他也相信朱立倫 在決定這個人選的時候 應該會跟他有一個充分的討論 跟溝通 內港尊存 而且他他現在應該還是 國民黨的桃園市長部主委 目前還是主委 還是他的主委 所以你既然要提名一個六都的 直轄市的市長候選人 你沒有跟在地的議長兼黨部主委 他也是中常委 他也是國民黨中常委 主委也是中常委 又是議長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有情緒的 所以我覺得邱議長 這樣的情緒的反應 是正常人的反應 如果說連這個都沒有反應的話 那我覺得就強人所難 如果從另外的角度來看 國民黨這件事情上 如果就國民黨來講 他有一件事情倒是做的還蠻撤離 就是保密的程度 所以一直到中常委開會前消息 完全沒有走漏 這一點就就國民黨來講 可能這件事情 就朱立倫這是領導統一方面 這一點是做的蠻徹底 但是這樣的保密徹底 到底對國民黨未來的選舉 桃園市長的選舉 到底是加分還是減分 我個人是抱著一個懷疑的 這樣一個態度 因為他桃園市沒有辦法處理好這些 他冠上一個沒有經過民主的程序 沒有去尊重地方的意願 聽地方的聲音的時候 我相信影響的不只是桃園市 現在很多人在推估說 他可能是影響了 國民黨全國性的 2022年的這樣的一個選舉 所以我覺得他的影響 影響非同小可 那當然接下來朱立倫說 要去安撫等等 我覺得這些人來講 就是說你如果首先來跟我說 都可以討論 你現在已經算不算不算不算 你要叫我給他無條件的支持 我想任何一個人來講 心理上都是覺得不好受的 朱立倫這一招先斬後奏 徵招了這麼突然 甚至有人直接用很粗魯來形容 這樣子的手法 你要羅志強 要呂玉玲 怎麼吞的下去呢 來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討論 這個禮譫比較難 Occasion 不是啊 我不是 participants 你怎麼會變得越來越來越過 都還要休息一下 是財司黑給國民 是財司的